嗨,Nicole,你好,歡迎大家收聽Honcouver的Podcast,你問我答 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注冊移民股民 我的拍檔,Nicole,她是加拿大注冊的移民律師 我們每個星期就回答一個Client的問題 這個星期的問題就是關於Express Entry,就是快速通道 你知道要計分的,叫做Comprehensive Ranking Score 就計分數的,每兩個星期就抽一次簽,抽一些最高分的 我記得最近一次最低分都要496分的,所以都挺高的 有幾個方法可以去提高SARS Score 讓你抽中的機會就比較高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去加拿大讀一個Degree或者Department Program 如果讀一個Department Program,就是加15分 如果再讀一個Degree,就加30分 你讀完之後就可以在Express Entry 去upgrade 有些情況之下,有些很細節的東西我們要注意 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在upgrade這個分的時候 就未必是做不對的東西就會有問題的,是不是 嗯,所以有時候我們的客人 就是自己做過Express Entry Profile 那時候,他寫了之後,他們就會問我們 為什麼我們有些分是沒有出現的呢? 譬如我自己計分的時候 我應該是有這麼多分的 但是為什麼我寫了之後 那時候,他的系統幫我計分是少了這麼多的? 嗯,其實不是那個系統計算錯 是你答問題的時候答得錯 嗯,為什麼? 因為他的問題是很tricky的 是,就是要小心點答啦 要不然呢,就白讀啦 這個Department或Degree 是啦 所以,你的Diploma course 應該有一個問題是會有很多人都會 confused 就是他會問你 你讀了那個program 有沒有多過一半是讀English 或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urse OK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個問題是問我 我讀那個program 甚至他用那個語言 是不是用英文或者用法文教呢? 那他就會答對 OK 但其實這個問題是問你 你讀這個program 有沒有多過一半呢 你是讀著英文或者法文 是一個ESL的課 即是你是 要改善你的英文或者法文的程度 English is a second language 是補英文的 補英文 是的 因為如果你補英文的話呢 即是你整個program 你多過一半是補英文或者補法文的話呢 它是不會給你的 是的,所以你答這個問題就要答得很小心 哦,就這樣 不是說任何program 或者degree都可以的 如果你的diploma 是去補習英文的 English is a second language 去更加 improve你英文或者法文呢 就不qualify的 沒有分的 但如果你讀 English or French as a first language 譬如 英國文學啊 法國文學呢 那些就可以的 是啦 譬如是啦 你讀 哦,我去讀沙士比亞的 那就不同了 As a first language 那所以 當你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是讀ESR course的時候 應該答是no的 那這個系統就會 automatically award些分給你了 是嗎 是啦 Exactly 嘩 這些細微細的東西呢 都會影響到 那個 那麼大的決定的哦 那麼多謝大家 Nicole你和我們分享先 希望 你們可以得意到啦 那麼如果 受益的話 請你方便的話 可以和你的親戚朋友分享啦 那麼可以留言的 那麼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